赵丽颖与冯绍峰离婚的背后 原来一直是婆婆在捞鬼 2018年10月 赵丽颖突然就宣布与冯绍峰结婚 还没让人把恋情认名呢 她却又爆出生子的消息 刚准备看看他们的儿子长什么样 他们就离婚了 整个过程就是两个子通貌 而两人的这段感情 从一开始就不被大家看好 有很多网友觉得冯绍峰配不上赵丽颖 毕竟冯绍峰在宣论 可是想当当的情场浪漫 而两人离婚的缘 除了官方的聚少离婚外 冯绍峰的恋爱瓜也让人头疼不已 自结婚以后 南方一如既往的飞纹放身 在结婚前冯绍峰的飞纹对象就有杨丽 凌云妮妮等女艺者 曾有小区物业调侃冯绍峰买房的时候 是妮妮陪她来的 到了房子中休的时候变成了凌云 最后陪她住进来的却是赵丽 虽然是物业人员的玩笑 但也见证了冯绍峰崩溃的历史 结婚一年以后 冯绍峰能被告出与某城路女子周围 不过不过冯绍峰如此 作为她的妈 依旧认为赵丽颖配不上自己的儿子 嫌弃她是农村出身 学历又低 虽说跑了八年农套 终于翻身成为大女主 但是也改变不了她平凡的出身 冯绍峰作为故障公子 家族企业是纺织业军购物 她在娱乐圈更像是一位玩 很多影片都是零片头不一 爱人出身的冤属可能就注定了 这段感情不会深受 但是赵丽颖怀孕了还是个儿子 因此不得已妥协让赵丽颖做了儿子 只是在两人宣布和平离婚 不到两周的时间 就有媒体报处 冯绍峰的妈妈为儿子安排相亲 还一次安排了两场 唯一的要求居然是 女方不能是娱乐圈中的人 可想而知 赵丽颖在这个婚姻里 遭受了多少辛苦 冯绍峰整天把爱老婆挂在家上 为什么不肯给赵丽颖一个婚礼 2019年3月 领政只有5个月的赵丽颖 便生下了儿子想想 而儿子想想的抽属 也让两人之间的婚礼依托在头 不过半婚礼真的有这么重要吗 相比之下 周董为娇气婚礼举办了三场豪华婚礼 吴奇隆为刘诗诗婚礼 逃吃千万 作为皇教主的皇教主 更是赤子几个亿发卑鄙去回家 他们无一不是在用实际 招告所有人 新婚礼的重要性 而这个道理 冯绍峰和赵丽颖难道会不清楚 2017年12月 冯绍峰与赵丽颖合作拍摄之后 在剧组休息时 人间清醒 赵丽颖主动挽起了冯绍峰的歌曲 两人感情急去增温 而冯绍峰与赵丽颖结婚的这几年里 为什么一直为和女方举办婚礼 两人当初只是匆匆的领了个证明 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宣布了结婚的消息 就仿佛走完了结婚一样 有网友说 二人的结婚 更像是为了给孩子一个平分才结婚 办不办婚礼都无所谓 孩子似乎顺利成章 成为了将他们两个绑在一起的纽带 还有网友说 两人在一起更多的市区于利益的根本 不过按照冯绍峰所说 他从一开始都没弄出 赵丽颖为什么和他结婚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冯绍峰在这段感情里 其实是非常不自信 但赵丽颖一向都是目标亲戚 对未来有着详细的安排 也已经习惯掌控自己 以及身边的一切 而养尊处优的冯绍峰 对比赵丽颖大了几岁 但却没能在心里年龄上大患 一直没办婚礼 也可能是两人当初的感情不在 赵丽颖一句 我前夫比我有先 当初赵丽颖失去孩子抚养权的真正原因 当初赵丽颖和冯绍峰离婚后 虽然对外宣布的是 两人共同抚养孩子 但是实际上 儿子一直是跟着爸爸冯绍峰 前段时间赵丽颖参加了一档综艺前面 网友都觉得 离婚后的赵丽颖状态非常不好 而赵丽颖自己也直言 上综艺是为了给自己调生 在节目中和宁静聊天的时候 赵丽颖道说 自己没有抚养儿子的心酸 而宁静也好奇地问她 为什么不争取儿子的抚养 赵丽颖说自己也争取 可是冯绍峰的妈妈不愿意 她的经济条件也比过好 简单的几个字 说出来内心的无奈和心酸 而冯绍峰的妈妈 在冯家时至关重要 家里的大小事都是她说了算 所以她说 不想将孩子交给赵丽颖抚养 冯绍峰自然也不敢读书什么 毕竟她是一个 极度听妈妈话的孩子 赵丽颖最终也只能 无奈放弃孩子对抚养权 而离婚不到半年的冯绍峰 竟又表示想和赵丽颖抚婚 不过没有争取到孩子 抚养权的赵丽颖 真的会做出抚婚的决动 据执行人士爆料 冯绍峰和宁静在一档节目中合作时 曾对您说出了自己想抚婚的想法 但是宁静的一句话 把冯绍峰的落赌得死死 宁静说赵丽颖虽然看着外表非常有落 但内心却十分的独立和要强 既然当时你没能在你母亲和她之间 做出对的选择 那么之后你就很难再打动她 听到这些的冯绍峰 也放弃了抚婚的想法 所以赵丽颖在离婚时 就已经决定了不再抚婚了 不然孩子不要钱的问题 她也不会那么轻易地放弃 因为深知对方的实力 自己只好坦然地放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